铁卷门御火自降 工厂老板烧死 熊熊的火蛇 不断从工厂铁皮屋窜出 暗随火势的浓浓黑烟 像凶猛恶龙腾飞在中山高上空 让人惊心 这起昨天发生的台中市工厂火警 造成一死 火势被扑灭后 消防人员发现死者一手半举着 倒握在铁卷门边 两个人被大火烧成教师 死者母亲见到儿子上身火哭 伤心瘫乱 让一下让一下 死者是43岁家具喷漆工厂老板陈一中 昨天上午10点多 疑似工厂后方排烟机起火 目击的许姓工人说 当时听到老板赶紧叫现场的一名工人 和一名载货司机到屋外拿灭火器 但不到5分钟 工厂就陷入火海 冒出大量浓烟 养人也无法进入 由于现场摆植大拼 耐加工的盒板 油漆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老板想要推出火场时 此时开启的铁卷门却发生故障 所以铁卷门就可能是断电还是它那个系统就 我那个砂水就不明白了 把那门就下来了 紧销洒水灌旧在火势控制后 消防破坏铁卷门进入火场 在门边发现到想推门逃生不成 被烧成焦黑的老板 死者的护士妻子与母亲赶紧现场 见状爱好痛哭 一度贪婪倒地 得靠人搀扶才能上警车 有人表示 死者欲有独国中及国小的女儿 若人客气 迟多年不成涨价 扣除房租 月收入仅三四万元 徒来的二号 工厂复制一具 家中经济支柱也倒了 其而未来生活将陷入困境 真正起火原因 火吊科也将进一步见识 消防局表示 陆家中有装设铁卷门 最好家装小门 利于逃生 房屋也最好预留两个出入口 动物新闻台中报导